有许多人学佛不明道理 被人拉着到处认儿女 搞帮派破坏佛法 请问这算不算是自己学佛的魔障 将来又会有什么样的果报 这个情形我想可能有 在道场里面 真的有搞帮派的 有认什么干儿子干女儿的 甚至于在家人 还认出家人做干儿子干女儿的 真有这些事情 这个错了 这是破坏佛法 佛法戒律里都没有啊 而且禁止 所以这叫人情佛寺 人情佛寺将来的果报 都在山土 为什么呢 他破坏佛法的形象 这个罪跟破坏佛和神的罪是相等的 佛法讲 但留罪 你跟他是同等的 那这个罪是阿比地狱 所以古德常讲 地狱门前 深道多 这个话 不是没有道理的 如果我们不懂不懂教理 不守清规 用人情做佛事 哪有不得地狱的 有不得地狱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